我現在呢 正前往我爸蓋的東西 這個小的是3的 這個工業級的是5罐 然後這是3罐 我開這一隻就是想拿彈藥 這是我的那個 垃圾是偶爾給他 然後螺絲釘300多 其實有些已經拿去賣了 他們家旁邊這個也蠻屌的 這個竟然會給木頭 我一開始不曉得 那我爸之前很詭異的地方就是 他有3個砲台隱藏起來 然後也沒放在倉庫的裡面 你預賺也看不到 早上10點放他蓋 蓋到下午1點多 然後我們再出去吃飯 然後我爸想說想掛網 然後他就把他的角色對不對 他就掛網放在這邊做裝甲 看會不會斷線 等一下沒有斷線 我們兩個小時回來之後沒有斷線 他的他會渴死跟沒有食物 這兩個都到底之後他就開始扣血 他會扣到這邊 對 如果我們再晚一點回來他就死掉了 就在那邊一直敲 那 我在他電腦蓋的時候 這邊都沒有那個草嘛 因為我把他的草特效關掉了 這樣看起來蠻怪的 刀片骨這麼適合當風景喔 這個角度真的還蠻好看的 等他的頭掰回來 我們以前蓋這個嘛 他蠻耗電的 吃8個電量 每小時12 這是每小時24 我與其維修不如再做一個 爆擊太好了這就是我要的 對 那先看這一把 喔 他那個 泛光真的很嚴重 再看一次 喔 那應該是我爸 我跟他的補給物資應該是不同方向 因為我們 每個人可以各丟一顆 問我們要不要丟在這邊 剛才有個小插曲就是 那個小插曲就是我爸說他一直看不到我 所以我剛剛有 呃 重開遊戲 我剛剛就覺得那個 槍聲就很奇怪 我就覺得好像 看我爸沒開槍 然後又不曉得就是 因為他沒有拿點五零啦 我想說奇怪 這個聲音到底是什麼 是哪一隻怪可以這樣子 就第一次看到 我就很懷疑 就是一開始就 就會以為說這個聲音是從 很遠的地方打過來的 這也是讓我誤判的原因之一 原來這個槍聲是自己人 我很確定他是拿點五零沒有錯 對這才是點五零的聲音沒有錯 還好我爸有找到 他沒有幫我mark 那超危險的 真的差一點就白解了 然後你可以要求一次那個 軌道飛彈攻擊 那我直接在這邊丟一顆好了 對 喔 喔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個喔 我還在想說之前人家 怎麼拿到的耶 網路上的那個影片就是 拿這個去炸人家的營地 現在6點11 過年的最後一天 看我們幾個小時內可以 那個處理完 這件事情 然後獲得晉升 這個這個可以嗎 這個這個 喔這不算對他真的要有星號的死屍怪物 而且丟完就沒了 還是我使用錯誤 這我看錯嗎 怎麼會有什麼變色龍 欸很難得耶 普通的怪給傳奇 如果他給我們 殷克雷 10個任務 我應該會去解解看 因為每一個都是 只要不要太重複性的話 音量 ww corner 屈 欸 這是怎樣 跑出來幫忙了 我還是覺得把燈關掉好了 我剛剛這樣瞄都有點看不太到記憶了 我看一下他們蠻 蠻強的 很強欸真的蠻痛的 他們必須要你 接著 像他們奪進 過去 嘗試他們 工作 你會獲得 那是 好 剛吃飯的時候有跟我爸講說 非必要時刻先不要用這個 這個超危險 都沒有信號 有一個傳奇 可是那個 沒有信號不算 有一個傳奇 和拍攝 它叫 taken 這個子彈太開了,就算Face模式很準,沒有用 這個頭要修改一下 它有個雷射聚焦的頭 讓你的子彈比較密集一點 對啊,難怪那個白拳戰至今為止都是最好練功的地方 因為這種怪經驗值給的都又很好打 作單是我或者強化結構,接著行為 請站滿 新的攻擊力� Orchestralov,控制作用力 採用力技能,記憶發出數據 主動作用力模式是可靜的 哇 等一下 這在炸這裡嗎 sitten 連擊拋是不是 Specified Hostiles.....Eviminated Infestation......CLEARED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因為核彈密碼卡是消耗屏 所以 能多打幾個就多打幾個 我現在兩張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